50年来中国在国际上的军事地位也蹭蹭的往上爬,中国的盟友确实是大新帝,为我们感到高兴。 但有些国家认为中国发现如此神速对他们起到了威胁,也因此说明了现在的中国确实到了那种让各国畏惧的地步。 但有一个国家却一直都对中国的发展不屑一顾,它就是印度,印度以十年来无论什么事情都喜欢和中国做比较,只要比不过的地方他们也能说出很多让自己下台的理由。 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,印度和中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发展的国家,前不久几名印度旅游来中国独家,飞机快要降落,的时候他们对着窗外大声嚷嚷这不是中国,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不敢相信中国竟然会如此的繁华。 现在印度人对中国的评价一直都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时候,包括印度现在思想,还停留在那个年代,现在各国之间提的是军事力量,而印度也口口声声,说,此际的军事力量远超中国。 那么我们就撇开对印度的偏见,看看印度的军事实力,是不是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比中国强。 首先,印度的人口数量,已经达到了13.39亿,每年的人口数量都在不断的上涨,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超过中国,在印度开来打仗就是拼人,无论过去还是现在,如果印度人和中国人一对一的打起来,相信中国肯定会吃亏,毕竟人库数量就没人家多,那么现在开始每个国家都不用研制装备了。 只要不停的造人就可以了,也许这也就是印度现在想法。 其次,印度人最自豪的就是迭罗汉和摩托车表演,只要在重大仪式上都会看到印度这样的表演,在别人眼中他们是来搞笑的,但是在印度军队眼中这可是战场上最好的交通工具,很多国家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生产出那么本重的装甲车,坦克,战斗机。 根本没有他们的摩托车来的方便,甚至几辆摩托车上,可以搭载几十个人。 最后,印度可以买到全世界各国的武器,在他们眼中百姓们饿了可以吃点土,但是国家不能没有装备。 所以把所有的钱拿去购买武器,印度确实非常的土豪,在他们看来只买贵的从来不买对的,装备用坏了就买,没钱就和美国一样像别的国家贱。 这也是一个大国该有的法尔,还有一点才是最重要的,那就是印度非常的自信。 当然这也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有直接关系,毕竟人家是大国,看到这些真的是让人难以想象,印度这个国家到底是有多么的自信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